一般人对于社工的工作性质不是很了解 其实他们穿梭在社会各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在个案服务上相当的耗费心力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他们辛苦的付出 市府社会局举办第一届社工主题摄影比赛 这次一共展出了25件的作品 每件作品记录社工多面向的努力、价值以及精神 透过镜头带你来认识有温度的社工园 化身为保姆抱着个案的小朋友打电脑 进行文书记录这是社工的日常 另一张照片则是记录在安养院中为院民唱歌 从一张张的照片中可以看见 在社会各角落努力的社工园 其实这里面其实要呈现社工的工作的辛劳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个案的时候 当我们服务的高风险的家庭 他其实是很弱势的然后没有支持系统 所以社工就是在这时候必须要在妈妈开刀的时候 我们出来做援助 想要透过这个照片其实邀请更多人可以一起来 可以参与整个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社工不是社工一个人做了多少 而是其实每个在地的各个林力 在地各个资源 其实都可以一起来守护这个世界 因为像我们就是谈话 说会谈不只是一个会谈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 像是画画 像是攀岩 都是我们的一个美界 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用画画的方式 让小朋友说出他自己的事情 可以从小朋友的说当中 让我们建立一个专业关系 让我们可以继续从社工的领域这样走下去 社工员穿梭在社会各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在个案服务上相当耗费心力 为让更多人看见他们辛苦的付出 市府社会局举办第一届社工主题摄影比赛 这次一共在市政大楼展出25件作品 透过镜头记录下有温度的社工员 社工他们就是在面对单亲家庭的时候 有时候适时帮他们拉一把 那个单亲家庭他们不管是妈妈还是小孩 他们在就是会获得很多的帮助之外 在以后也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民众的立场 从社工的立场 从自工的立场 从媒体的立场 那其实我们都希望透过不同的立场 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同时也去尊重这个社工的一个专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视野 来尊重对于社工 在从事社工这个服务的时候 然后来尊重他们 照片中不仅记录社工员的日常 也希望借此反映资源的缺乏 希望借此号召更多人投入志工的行列 社会局也表示 从不同的立场解读社工员的各种面貌 而每件作品记录了社工不同面向的努力 精神与价值 谢谢大家收看台中产品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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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